来到的第三家就是 某行那时间会开的店 大家好 我是农农 今天回到了一个我回忆最多的地方 就是第一次上大学 第一次自己一个人住 今天回到了我最爱的 园林 我从大学到现在呢 我可是吃遍了园林的宵夜 现在是晚上10点半 我要带大家去吃大学的时候吃的园林宵夜 这些宵夜呢也是 有4克星以上的哦 然后我今天呢 有我的姐妹涛跟我一起 耶 那我们今天就要一起去 吃到园林的宵夜 GO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去开车车 所以是我开吗 怎么可能呢 我想太多了 我也是开Match 刚刚谁跟我说 左边是油门 右边是刹车的 没有我只是问你对不对 所以是右边是油门 左边是刹车吗 那你最尴尬 那你最尴尬 超过大台的 就是天油门 没吃完现在就是为了整个 就是 我们太晚来了 没有 倒肉了 剩下排骨饭 他都生气了 他刚刚饿很久 如果早一点来就有烧肉饭了 大家都说我跟他长得很像 是不是我比较漂亮 排骨好吃吗 你有吃到吗 我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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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他在排骨饭超便宜的 就要40块 排骨然后加白饭 他还有笋子汤 一碗才10块超便宜的 好好吃喔 肉肉比较硬一点点 烧肉 太好吃 烧肉了 太晚来了 可惡 嗯 这饭就好吃 就是它看起来像僵食吗 那你尝一下 但是我觉得它偏油 整个就是要油才好吃 可是我觉得整个就是很下饭 感觉可以来个两碗白饭 它的白饭啊 老板有领上卤汁 我发现越玩越多人欸 对啊 台北真的找不到这样的排骨饭 一碗汤啊 最便宜30 然后还是那种豆腐汤 可是原来的豆腐汤 不是直接吃坏吗 就它免费 免费 免费是不是哪一家 你吃爆它 但是我觉得我老板很臭 他从刚刚一进来 就一直很微笑的看着我来 很热情 嗯哼 下一家来吃 4点2克星评论的窗口吐司 刚刚经过超多人的 很多大学生不睡觉 现在11点了 赶快可以睡觉吧 哈哈 好 好 好 你看那个锅烧爱面好大碗喔 看起来好大碗喔 看起来好大碗喔 花生酱培根起司 哇塞 这个热量很高 我们为了拍网美照 你们可以看VCR 我们刚刚怎么拍的 他们刚刚一直推荐我这个邪恶的效率 我就说不行 这个热量太高了 我想点那个煎蛋糊塞 你觉得点意义都没有 也就是要热量高 我都看起来没有花生酱 可是它有花生酱 可是它有花生的味道 嗯 可是它培根好厚 很像火腿 而且它有加蛋 嗯 有吗 它叫花生酱培根起司 它叫花生酱培根起司 但是它培根好厚 哦 还有加蛋 它培根味蠻重的啦 吃到最后面 那个花生酱真的很香耶 这是巧克力棉花糖 棉花糖在中间 感觉你的热量比我高 你那个比较可怕的吗 我不懂为什么来这边要喝蜜糖 可以解腻 欸我发现真的有 真的耶 这是我以前来的 檸檬、熏姬 大学前前没事做的时候 就在吃这个一家 凌晨了吗 哦快一点了 哦快一点了 烤半不要开了 就等下去没开 好呀 人家准备啦 阿伯快点上班 来到的第三家就是 摩西娜时间会开的店 它叫做烤蛋饼 因为呢它就是凌晨一点开门 一点到三点之间 好像是摩西娜最多的时候 就是半夜不睡觉 现在来吃这个烤蛋饼 有八分钟就一点了 它已经把门打开了 女生有另外一个味 就是烤蛋饼味 它迷人的原因就是有一次 我大学的时候 我喜欢的人就跟我说 你有吃过烤蛋饼吗 然后我就说没有 然后我就来吃烤蛋饼 所以这是我定情的地方吗 这是米浆吗 老板说啊 它们的豆浆正在现磨 所以呢 咸豆浆还没办法喝 所以我就喝一个 无糖豆浆 哦 那个黄豆很浓耶 烤蛋饼非常特别 就是它真的是用烤的 它里面就是用红花蛋 哦 重点是一定要配辣椒 它旁边有特制的辣油 就是它的葱帅超软嫩的 但非常的厚实 不管你吃不吃辣 一定要配它的辣椒 就算你怕辣被辣到 你也辣得很甘情愿 然后虽然我自己长鹹 我就会加很多这种辣椒 谢谢它的酱油 我觉得它的皮鸭 有点像葱油饼的口感 又类似像烧饼 平常这里呢 越晚真的是人越多 我跟大家推荐 然后园林宵夜 真的一定要等到一点 哇 我们现在呢 吃完园林的宵夜了 因为呢 我们真的是太饱了 我们三个大美女 真的是吃不太瞎 看我们现在非常疲惫眼神 我们可能因为年龄老了吧 所以 然后我觉得我眼睛 可能也快合起来了 因为我今天也是 出去拍摄一整天的脑 跟大家分享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最喜欢吃的三家宵夜 来到园林呢 不要再说觉得园林很无聊了 至少我们有宵夜可以吃 然后我们有光明街可以逛啊 呀 然后如果觉得真的很无聊 就可以去台中 耶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 还有什么样的宵夜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咯 大家帮我订阅按照加分享咯 我们下次见 掰掰 参考 Cup 阿嬷 阿嬷常常跟我说这句话 �燕 � 真正 位置